记者陈建志台中报道,流经太平,大理的头变坑溪,今天清晨有民众发现,在行人桥上下游间河道出现大量泡沫,让整条溪仿佛变成泡泡溪,民众怀疑有工厂趁着今天假日偷排未经处理的废水污染河川,市府环保局接获讯息后派人到场采养,初步发现三简直,荣养量都正常,也没有重金属反应, 但因水面不满泡沫,怀疑有人违法倾倒,排放清洁剂污染物,将进一步追查可能污染源 今天清晨六,七点左右,有民众行经大理,太平交界的新人桥石,发现桥下的头变坑溪水面出现大量泡泡,因泡泡不满整个水面,让整条溪仿佛成泡泡溪,怀疑有人偷排废水污染水源, 樱头变坑溪两旁有大理工业区,以及众多的中小型工厂,之前就曾在下雨或假日夜晚,出现工厂偷排废水的情况,民众怀疑今天又有人趁着假日偷排废水。 记者今天上午十点左右到场查看,虽然水面泡沫已经较清晨,民众发现时间少,但仍可看到在新人桥下游河段的水面仍不满许多泡泡,继续往新人桥上游河段查看,可发现泡泡出现在新人桥和上游光的桥间河段,不过现场并未发现于湿。 市府环保局稽查大队长王宗刚表示,接获讯息后派人到场取水采氧,发现水中酸显至8,6,水温13,9度溶氧量8,17MGL都正常。 已是指出筛也未发现重金属反应,稽查人员往上游追查到一江桥,初步未发现有工厂明显排入的迹象,因吸水在经过新人桥上下游间的立石区才出现泡沫,怀疑水中有清洁剂污染物,才会在经过立石区扰洞后产生泡沫,将进一步送实验室化验水中成分。 王宗刚表示,若在水体或沿岸青岛污染物,可依水污染防治法第30条开罚,依情节轻重可处3万到300万罚环,提醒民众不要刊涂方便违法。